最奇怪是他的脚 左脚那个是六个脚趾 从正面看好像没有 就是说是太监墓 北京石井山疑似发现微小宝墓 打开棺果后 棺内躺着一具清朝不服难干尸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墓主竟身披龙袍下葬 而他一个清朝人居然梳着明朝样的发迹 难不成他死前还想着反清复明 不仅如此 棺盖上刻着的是四品文官 但干尸那一衬却是一品五 五官的朝服 各种迹象疑点重重 究竟是什么人 竟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难不成这干尸 真是当初想要反清复明的微小宝 别走开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石井山大墓之谜 2006年5月 北京石井山的一个建筑工地正在施工 就在挖掘机整挖的起劲时 它的铲子突然被死死卡住 几人见此便要上前去帮挖掘机脱困 隔不了几铁桥挖下去 竟挖出一具硕大的棺材 这给几人吓得不轻 赶紧是往后退了几步 而这个发现 很快便吸引了一帮吃瓜群众 但没想到的是 有的人看到此景 竟产生了些不好的想法 像要打开棺材一探究竟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发现 棺材的坚硬程度远超他们想象 几个人拿铁锹 翘半天 愣是没弄出来个缝 在又经过十几分钟后 几人使出吃奶的劲 才勉强打开棺果 随着棺材被缓缓挖开 一股刺鼻的味道直冲他们面门 几人凑近一看 棺内的景象 吓得他们冷汗直流 只见一具身穿古代服装的干尸 这安详地睡在里面 隐隐中还透露着股邪气 其样子像极了电影中的僵尸 而一旁有几个胆大的人 对此情景仿佛丝毫不怕 他们更关心的 则是棺中那价值连城的随葬品 在将棺中的宝贝洗劫一空后 几人便将棺果重新封装 接着便又埋入途中 最后几人商量决定 将此事揽在肚子里 一辈子都不说出去 但那么多人中 总会有心地正直的人 在第二天一早 石景山文物科长便接到一通举报电话 公安机关也立刻动身 逮捕了这些建材起义的人 紧接着一支专业考古队 便立马对发现棺果的区域 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经过一番勘测后 专家确定牧主为清朝人 而在盖板上还有几个红色的刻字 上面写着 皇清高寿县大夫 朱吾皇宫之灵鹫 这意味着官国中 是一位朝廷清风的中县大夫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品文官 其地位放在现在来说 也算是政厅级干部 这让众人都激动不已 着手便开始继续工作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在清朝时 人们所留的发型 应该是清一色的小辫子 但这牧主居然留着明朝才有的发迹 难不成 这牧主即便是个四品大官 也还在想着反清复明 就在众人都疑惑不解时 又一个离奇现象出现了 这干尸身上 居然还穿着个龙袍 清朝四品文官 留明朝发迹穿龙袍 这牧主究竟是谁 北京石井山疑似发现微小宝墓 打开棺果 一具清朝南干尸 安详地躺在其中 让人没想到的是 棺盖刻字表明 牧主为四品文官 但没想到里面的干尸 竟身拼龙袍 这牧主到底是谁 竟能有这样的待遇 因事关重大 考古队当即决定 将棺果移至实验室 进行深入研究 经过仅一个小时的细心玻璃后 干尸身上的珍贵龙袍 终于完整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只见其做工十分精致 上面所绣出的龙 仿佛活的一般 看到此景 有位专家猜测 这可能是哪个戏园子里的戏符 毕竟在封建时期 哪有人敢撕穿龙袍 那可是要诸九族的做法 但很快 这猜测就被现实推翻了 因为真正的龙袍 可不是那戏符可比的 不仅要选用顶级的材料 而且上面所绣的龙 还必须为代表皇帝的五爪金龙 一般的戏袍 是不敢在上面绣这样的龙的 通常都是用蟒来代替 而这一件龙袍 经过多次鉴定 是可以确定为五爪金龙 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专家还专门找来了 国内知名的丝绸专家 来进行分辨 就在众人将干尸翻身后 准备对龙袍进行脱离时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这件龙袍内还有一件官服 而这官服上所绣的 竟是一只威风凛凛的麒麟 这让众人顿时就懵了 官服上绣麒麟 可是意味着一品五官呢 而这棺盖上 明明说墓主是四品文官 难不成这墓主是文武双全 文官五官都做过的微小宝 北京石井山 疑似挖住微小宝墓 墓内干尸 竟身偏龙袍下葬 更让人不解的是 身为清朝的一具干尸 居然留着明朝时期的发迹 四品文官穿龙袍留发迹 种种迹象 让众人疑惑不解 而就在这时 专家又发现了一个离奇现象 这干尸身上 除龙袍外 竟还有件一品五官的朝服 清朝的等级制度是十分严格的 朝服上所绣的图案 俗称为补子 文官补子绣的是飞禽 而五官的则是走兽 官盖所指的四品文官 对应的补子应该是鸳鸯 但这墓主身上的麒麟补子 却是一品五官朝服的象征 这墓主究竟是谁 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 当时的规章制度 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考古人员 在干尸的头发旁 找到了几枚印着 康熙通宝的钱币 这发现 让专家突然想起个人物 难不成这墓主是韦小宝 众所周知 韦小宝是康熙手下的大红人 在这期间当过五署官职 文官当过陆顶公 五官当过服远大将军 四品到一品 他都有做过 和关中干尸 所有的特征 基本是可以吻合的 但可惜的是 韦小宝毕竟是金庸小说的杜撰 历史文献上并没有记载由此人 这墓主的身份 一时间还真就无法分辨 与此同时 干尸的检查工作也已经结束 墓主身高170厘米 骨骼十分健硕 但有一点让众人出乎意料 干尸的下部仅空空如也 这墓主没想到还是个太监 不过这发现 又将专家的头绪 引到了韦小宝身上 又有文职 又有武职 穿龙袍下葬 但又有反清复明的想法 而且还是个太监 这墓主身上的线索 分明就是在向众人说 没错 我就是韦小宝 但十分遗憾的是 专家在这之后 也是查阅了无数的文献 但依旧是没有发现 与韦小宝类似的人物原型 而韦小宝终究也只是虚构 并不能仅凭有多处吻合的线索 便认定墓主就是韦小宝 而墓主的真实身份 到现在还是个未解之谜 不过相信 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完善 终有一天可以揭开 这墓主身上的神秘面纱